俄罗斯总统普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,今天出席在俄国举行的一场经济论坛,两人忙里偷奸,在场边围上围裙兼宝饼海峡时报,The Straits Times,报道,这场在俄国远东城市海参崴举行的论坛,向来聚焦经济关系和北韩议题,习近平是预会的领袖之一。 普廷和习近平趁空间时刻,来到一场地区文化和经济成就展览会上,照片显示,两人围上蓝围裙,刀上面护,然后将薄柄翻面,最后搭配鱼子酱和福特加持下肚,两人稍早还护在俄中关系越来越密切。 俄罗斯总统普廷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俄国举行的经济论坛,两人忙里偷奸,在场边围上围裙兼宝饼。 美联社 分享 美联社